陈济智等九名犯罪分子打人的这个事啊 已经过去几天了 但是呢 他对于网上的影响仍然没有消除 这九个人怎么判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出了这件事以后呢 引发了我们更多的一个思考 首先是这几个女孩子处理方式 正不正确 在我看来呢 他们的处理方式还是正确的 一是在人多的地方呢 把这件事情引爆 这样呢 有大家都在旁边看着 犯罪分子至少是有点收敛 从这件事情的 你看来龙去脉 我们都知道了 他们不是说突然想到了要怎么样 而是带着搜寻猎物的心来的 陈济智一进来 瞎看了一下饭店里吃饭的所有的女孩子 他在那四处啥嘛 然后呢 看到他们四个人以后 他跟另外一个朋友怎么说的啊 是把等他们吃完饭 把他们弄到路边怎么样 可见呢 他其实是有这个犯罪的心理的 这个时候 这几个女孩子呢 在人多的时候反抗 虽然说两个女孩子受了重伤 但是呢 相对于他们不反抗 如果被陈济智他们 截到路边 那个后果 还是要轻一些 所以说呢 我认为他们的反抗 还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出了这件事以后呢 也让我们呢 更加担心自己的孩子 是吧 现在这个事让你感觉到 就算是我们不惹别人 我们出去以后 也未必贪不上事 如果别人惹我怎么办 如果遇到像陈济智那样的犯罪分子 怎么办 而且又是活跃在社会上的 没有被收监的犯罪分子 我相信呢 看了那段视频以后 所有的家长 作为父母而言 看了他们的暴行 都恨不得要生吃他们的肉 我感觉会有这种心理的 因为这几个人做的事太可恨了 为了呢 引发大家呢 对于自己的孩子的一个保护 我呢 做出几种假设 就说在这几种假设的情况下 我们的孩子 或者是一般的女孩子 怎么样去防范 当然呢 这也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意见 希望呢 广大网友呢 和我们一起来讨论 制定出一套更加完善的方法 以保护呢 我们的孩子 现在呢 我们先假设 第一种假设哈 假设遭受陈继致威胁之后 几名女子呢 忍气离开 她离开以后 会产生两种结果 有一种呢 是陈继致他们 尾随在后面 如果这样的话 在行人牺手的这个路上 他们遭受到陈继致的侵害 而且呢 手里什么武器都没有 又没有路人 又没有人呢 在旁边看到 或者随手拍一视频 没人帮他们报警 这个时候 他们的屈辱 将是 无可奈何的 也就是说 你受了侮辱 你想证明 我在哪里 受到他们的不法侵害了 这个过程都非常难 因为 除了你们几个人 没有旁证 所以说 这个事是非常 让人 伤心的 你没办法 再有一种呢 就是说 假如 他们忍气吞声的 离开了 陈继致他们呢 没有伪随上去 认为这件事呢 就算了就算了 这样的话 即使是 这几个女孩子 不受到 陈继致他们的侵害 也会有 其他的孩子 受到 陈继致他们的侵害 只不过 就是一世间问题 我们呢 再假设 第二种 就说 陈继致等人呢 当场没有 威胁的举动 却在半路上呢 截住他们 就说 这个时候 跑 应该是 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能 跑得掉的话 这个时候呢 在跑的时候 应该向大陆 向有人的地方 向有灯的地方 然后呢 随之报警 有警察 在场的情况下 他们一定会 有所收敛 如果跑不掉 或许可以这样 就是说 假意顺从 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呢 又使 陈继致等人呢 到人多的地方 或者大陆边 或者呢 附近 你像你去 宾馆也好 去哪里也好 起码是有人 看到人以后呢 赶紧跑 赶紧呼救 这也是一种办法 第三种 假设 陈继致等人 人数比女孩子们少 而且呢 又是 在没有人的 偏僻的小路上 但是这个路呢 接近大陆 这个时候 可以尝试 和他们搏斗 并及时报警 或者呼救 第四 假设 陈继致等人 人数少 又是在 很偏僻的路口 这个时候呢 女孩子 一般是应该这样 假议英诚 然后呢 趁你去不背 因为你 离大陆很远 这个时候呢 对他 靠近以后 进行突然袭击 打击的部位啊 一直 一般 锁定在 双眼 鼻梁 然后呢 后脚 然后太阳穴 当部 脚面 脚尖 这几个部位 第五 假设 陈继致等人 人多势众 而且呢 又在 PMP的路口 你想用语言 去安抚他 或者去取得 他的信任 做不到 这个时候呢 应该 减少 反抗的烈度 因为你呼救 也没人听到 你就要减少 反抗的烈度 以保命为主 跑又跑不掉 骗又骗不了他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就要 首先是保命 保命是第一的 第六种假设 就说 假设 陈继致等人 人数呢 和女子的人数相当 而现在 偏僻的 路口 假设呢 有些 有四个女孩子 有两个女孩子 受过格斗方面的训练 或者一个女孩子 但是呢 他们胆子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可以做 殊死一搏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记住呢 路边能利用的东西 要利用起来 你像这个时候 就什么呀 站台 围栏 包括 现在电线干少 还有树 都可以作为 你的 隐蔽的 就说遮蔽的地方 它打过来以后 你躲到树后面 跟它转 在站台 旁边跟它转 跟它绕 这都可以作为掩铁 另外呢 如果说你运气好 地上有棍子 你就拿棍子 有砖头 就拿砖头 有断开的那种 未来 哪个车给撞坏了 未来 你能拿起来 就拿未来 如果这些都没有 有高跟鞋 踏高跟鞋 你就把高跟鞋 撞坏了 拿高跟鞋 这都是武器 这个时候打 不要怕 把它打坏 你就打死它 也应该 因为它侵害到 你的人身安全 这个时候 你打得越狠 对它 这个整个的 犯罪团团 越有威慑力 它看你真拼命了 可能他们就害怕了 这是呢 我假设的六种情况 说实话 出现了这个事以后 我们对于子女 都感觉 挺吊胆胆 都会嘱咐孩子 一定要注意 一晚上要少出去 再一个呢 不要出去太晚 不要一个人出去 我对我孩子说呢 我就说 你除了技术上面那些 还要呢 加紧格斗的训练 我小孩呢 从小也跟我学 反正一般的孩子 也打不过它 但是呢 我还是说 加强格斗 你要多打 这个套路练吧 也断了身体 但格斗一定要打 一定要很打 我原来就是 一直搞这块的 也教过呢 特众部队 然后呢 我这个打 和其他的打不一样 和现在这个格斗 这个打法 训练方式都不一样 基本就是 一招上去就 能处理 解决问题 我从打到现在 年轻的时候 越能打十来个 从来没 飞过第二下 就是一下上去 就能解决问题了 包括和国内一些 武术高手 就是传武界的 那个老一辈的 武术家 老一辈的实战牌 武术家高手 包括 你像现在的 两三打的一些冠军 有一个国内冠军 想给我磕头来着 这几年前啊 也没成 为啥后来 那个孩子长病了 然后呢 像在亚洲 去了个冠军的 我们都打过 咦 给我打也打猛了 就说 打击方式不一样 训练体系不一样 这个呢 我就说 我是希望 我的孩子来继承 女孩子嘛 能够练练 那么起码是 放身 父母放心 再一个呢 我今天看的新闻 说 陈记智被抓的时候 是在家里 我就 更加担心 为什么他这么 有恃无恐 他不知道他已经 犯了罪吗 他为什么不逃跑 这都是值得 我们深思的 对 共同 有消息 过来 进化了 的 担心 我们都会